大家好 我們是必當必塞 今天我們要來幹嘛呢 那我們準備要來開箱這一台 剛剛收到的 那以前電競螢幕4K 120Hz以上的很少 144Hz的更少 那就算有 也是要好幾萬才買到 那如今 已經走向平價化了 那我個人認為非常划算 現在不到兩萬塊就一堆選擇了 所以最後面的話 我們還會介紹 8款27到28吋的 4K 144Hz螢幕 但是我們不會做評測 因為我們沒有那些設備可以做測試 那後面的話我們會跟大家講說 選購的要點 要如何選擇 他們規格上有哪些差異 這次總共會介紹8台 那因為比較多 所以我就直接看著iPad講 那有華碩的XG27UQR 華碩的VG28U QL1A 然後還有SXV282KKV 然後還有SANSON的G7S28H7NC 然後還有技嘉的M28U 然後還有這台微星M28EUR 就是最後選擇的這台 那還有LG的GN950跟GP950 還有ED的SFETRON 那這幾款主要分為兩個陣營 台灣陣營就是 群創光電的N280DCA 17B面板 那我們這一台微星的也是 那另外韓國陣營的話 就是LG的DisplayR8面板 另外還有華碩的XG27UQR那一台 我不確定它是什麼面板 但看價格肯定不是LG的 那如果有知道的人 下面告訴大家吧 這一次提供的很多的資料 其實我也是參照 國外的評測網站 那個Arteens.com 那另外也參照 B站的小雪人評測 還有一個是國外的YT Hardware Unbust 那這個網站還有這兩個頻道 他們都有比較好的設備 可以去測試螢幕的好環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看這樣 不過根據我的理解 基本性能都是來自於 面板的體質 我後來研究了一下我發現說 假設是用同一塊面板的 其實相差 不到很大 就是它性能差異不到很大 但並不是說完全沒有差 但其實各家調校的功力 還是會造成螢幕有些微的差距 那我們先主要介紹一下 這兩個陣營面板的差異 那差距27就不介紹了 那群創的面板它反應速度比較快 然後射準優尺寸大 性價比高 這是它的優勢 那LG的部分的話就是 色域廣、色域準 亮度高、畫面細緻 另外它還有窄邊框 然後因為它的單價算是偏高一點點 所以採用LG面板的產品相對質感 其實是都比較好的 另外它還有32區背光 那HDR600這樣 那根據國外有一個影片的評測 那它就是LG算有32區背光 但是它對控光的能力掌控 似乎是沒有這麼好 所以表現不見理想這樣 那也跟大家分享 那由於相同面板 它的顏色跟反應時間其實相差無幾 顏色的部分 我個人認為更多的是廠商風格的差異 看評測其實校正之後 大家表現都是很優異的 那就沒有那麼大的差距了 那不同品牌的反應時間 其實我覺得也是調教上的差異 它就強制提高它的反應時間 就會產生逆殘影 其實越快的 我看評測的排名 它其實逆殘影就會越嚴重 所以實際上它們的反應時間 都是差不多在5ms左右 那其實沒有到非常大的差距 所以這總結起來 我覺得面板體質是如何 那大概就是如何了這樣 但另外各家也有一些獨家技術 會略微的有優劣的差異 但我覺得並不是到很明顯 因為你買了這個螢幕 你最主要還是享受那塊面板 所以我個人認為更重要的是 它們的外觀 接口的多寡 還有腳架的人體工學 周邊配件等等 是否符合每個人的需求 那我覺得才是更重要的 緊接著我們就來開箱吧 最後的部分我們就會 幫大家比較這8款螢幕 那我還有整理了一個表格 那大家記得 收看到最後 你就會知道怎麼買了 好的那首先印入眼簾的就是這個紙盒 我認為相對起來也是蠻普通的啦 就是一般的紙箱 不過它上面設計的圖案我認為是都蠻好看的 沒有很 廉價的工業風嗎 那這邊有寫到27.9吋 4K UHD 接下來的話這邊就是它的型號 MAG281UF 那MAG好像算在微星產品裡面 並不是最高階的 那這個就是電競運動的遊戲螢幕 那這邊有寫 4K E44Hz喔 然後Rapid IPS 就是快速IPS面板 那這邊有寫這個是1毫秒G2G 不過 這個1毫秒其實都不是一個很正確的數字啦 我們一般會就是考量到它沒有殘影 跟沒有逆殘影的狀況下 最快的那個秒數才是 真正的反應時間 要不然的話假設它到1毫秒 但是畫面卻顯示的很糟糕 那也是沒有意義的啦 那所以說其實IPS面板 大概在5毫秒上下 就算是很優異的成績了 那這一台我猜應該也是 差不多在5毫秒上下 那因為目前我還沒有找到有用 專業設備來評測這一台螢幕的 數據 所以我沒辦法告訴大家它真正的時間 但是我看其他採用全創面板的 差不多是在5毫秒上下 那就是 應該都差不多啦 那這邊有寫 有這個 VESA的HDR400認證 那它也有支援VESA的10x10公分的壁掛座 那這邊有這個Frameless Design 這個應該是說窄邊框設計嗎 那這邊還有寫這個是 它的支架可以撫養抬起 那可以旋轉 那可以上下升降這樣子 那我覺得上下升降 超級重要的 因為上下升降 就跟著你椅子桌面去調整 因為像我自己是 辦公桌跟工作桌剛好在旁邊 那有兩個 那所以我椅子會經常調高調低 但是我的螢幕沒辦法跟著調高調低的話 我覺得就沒有很符合人體工學啦 就是有時候剪片的時候 會顯得螢幕太低了這樣子 那所以買了這個 我非常開心啊 我超級期待它的 好的 那我們就來把它打開吧 另外這個 尋創的面板的話 它全部都是8bit抖10bit的 那另外都支援117000萬色 那 尋創面板本身它的 DCi-P3的色域 覆蓋率是90 那這邊它有講到這個是異水平 所以請勿重壓 那另外的話 請把螢幕放在保麗龍的盒子裡面 安裝螢幕 不要把它拿出來安裝 那不要去捏正面的螢幕的面板 好 丟旁邊 那我們把它打開之後 那我們這邊有看到這個是變壓器 那這個是底座 那這個是支架 那這邊的話有很多個線材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個是 喔這是USB的上行線材 那兩個螺絲應該是裝支架用的 那它有附HDMI線材 應該是附2.1啦 因為這個螢幕有支援2.1 哇它總共附了兩條HDMI線材 但是連一條DP都沒有 那這邊這個是 電源線 好的那我們就來把螢幕先裝上支架了 其實我有訂購那個 螢幕支架啦 就是可以上下左右調來調去的那種 但是因為還沒到 所以我們就先用它原廠的支架來使用吧 那支架我覺得它包裝的非常的延實 那它這個泡棉算厚的我覺得還不錯 保護效果應該挺好的 那我們就先把它裝上去 製裝好囉 這就是MAG281URF俐落的正面外觀 不過說真的微星的外觀設計實在都有點 我個人其實不是很喜歡背面的部分 曾經因而考慮不要共 但想想使用環境是靠牆 所以還是買 接下來讓我們細細的看看 只要是亮面的部分 都有塑膠膜保護 還是有用心的 正面邊框不算太粗 但也不細 大約8毫米上下 底部的橫條 則採用磨砂質感處理 遠比渲染圖好看多了 渲染圖偏灰實際上是偏黑的 中間有微星大大的LOGO 左邊下方有一個可自定義按鈕 右邊下面則是電源鍵 另外這款螢幕是沒有內建喇叭的 不過左右各有一些看起來可以掛東西的凹槽 有人知道是什麼嗎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背面 整體為磨砂非對稱設計 左邊是一個微星紅色鋁片的LOGO 搭配法斯紋質感的背板 左下方則是紅色的OSD控制感 再來上面的部分有一個亮色凹槽 上面有一些我覺得 不是很好看的紋路 另外有做RGB燈光 緊接著讓我們看一下指甲 這個指甲真的是我最喜歡的部分 柱子的部分是法斯紋質感 中間有一個裡線孔 底座的部分是厚重的金屬 扁平化的設計 相對就比較好利用空間 另外它支援了左右旋轉 上下撫養 正面360度旋轉 上下升降非常輕易就能辦到 甚至用一根手指頭就能往上抬了 下降的話反而需要更大一點的力道 接下來是接口的部分 接口由左至右分別是DC接口 兩個HDMI 2.1接口 一個DP 1.4接口 一個Type-C接口支援DP 1.4 一個上行USB B 兩個下行USB A 最後則是3.5N輸出接口 接下來說說OSD介面 上牌包含了螢幕基本狀態 菜單前三個遊戲及專業還有影像 是針對畫面的調整 遊戲菜單裡有回應時間 就是反應時間的快慢調整 最快會有一點逆產音 推薦使用正常或是快 看不出明顯逆產音 接下來是MPRT Sync 這就是俗稱的 Betlight Strobbing 通過背光閃爍來降低動態模糊 獲得清晰的畫面 代價就是螢幕變暗 並且有可能會造成閃爍 接下來就是KVM 可以使用同一套鍵盤滑鼠控制不同的電腦 KVM會跟隨Type-C或是DP自動做切換 但DP需要另外接個USB B上行線材 如果以後可以統一都用Type-C做整合 我覺得會更好 少一根線 另外還有個問題就是 KVM休眠後滑鼠鍵盤就會跟著停止了 無法使用滑鼠喚醒電腦 只能使用設備的電源鈕來做喚醒 最後是Adaptive Sync 這個就是所謂的VR技術 G-Sync Compatible 或是Free Sync 可以讓顯示器刷新率 去匹配顯示卡的FPS 解決畫面撕裂等問題 非常重要 另外提醒G-Sync Compatible 是沒有VR晶片的 是通過開源的Adaptive Sync 去達成VR的 效果並沒有G-Sync好 另外剩下都是常見的設定了 就不額外贅述了 另外微星的OSD支援軟體控制 可以到微星網站下載 就不需要用螢幕的調整感控制 可以直接使用滑鼠控制 個人認為還是挺方便挺讚的 接下來說說畫面 我個人認為顏色蠻漂亮的 細緻度是有的 但沒有到超級細緻 不過我覺得看起來反而很舒服 這可能是因為比常規27吋還大了一些些的關係 然後144Hz真的是太爽了 流暢到不行 與我先前使用的60Hz完全是不同等級 而且搭配G-Sync相較於V-Sync 不會有卡頓 也可以用盡顯卡性能 確實是很棒的 另外要說說這個螢幕有一個讓我挺滿意的地方 就是它的反光程度 是很不錯的 相較於另外一台螢幕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比較圖 這台螢幕的反光比較內斂 不會像另外一台會暈開 也不像另外一台反光比較嚴重 這一點我真的很滿意啊 這樣視覺上是很舒服的 放鬆很多 好的那這台的螢幕介紹大概就到此為止 接下來就幫大家比較 8台4K144Hz如何選擇囉 繼續看下去 !